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知名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在香港养合医院逝世 享年98岁 作为澳门举足轻重的人物 何鸿燊曾参与见证中英中普谈判 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他生前积极参与对祖国的经济建设 文化慈善等事业 为澳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何鸿燊大半生都在澳门度过 从事博彩业境50年 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因此被大家尊称为澳门赌王 尽管活到了98岁高龄 在世俗眼里称得上是喜丧 但其实从很多年前开始 何鸿燊的健康状况就一直欠佳 需要长期住院疗养 期间还多次传出病情加重 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的消息 尽管何鸿燊声名远扬 是澳门的首富 但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即使他再有钱 也逃不过生老病死 更免不了各种病痛的折磨 有知情人透露 何鸿燊在中风之后 又患上了帕金森症 另外还有肾衰竭 需要长期洗肾 今年上半年 心脏又出现停跳问题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何鸿燊每天坐在轮椅上 说不了一句话 只能点点头 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有精神 每天要靠着大量的药物 来维持生命 这无论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非常痛苦的 早在11年前 何鸿燊就开始每天打续命针续命 续命针是一种保护剂 含有大剂量的昂贵补脑素 Press Time 可以帮助脑细胞进行修复 减少中风后活动 以及说话技能退化等后遗症 这个药每天要花费86万 几个月的治疗费就得上亿 同时 何鸿燊还会做高压养仓治疗 仅医疗设备就需要2000万元 多年来 何鸿燊医疗费用花钱如流水 并且常年在家中设置护理团队 24小时贴身照顾 今年1月份 何鸿燊进入ICU治疗 为了确保他的健康 家属重金聘请了包括脑心肝肺肾等各一位名医负责 用先进的医学技术持续为何鸿燊 幸亏他是赌王 为了保命 这个花销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纵然有家财千万 也抵挡不住一次疾病的侵扰 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你现在的存款 够你在医院的ICU病房待几天 一个高赞回答 说了自己的经历 病情严重的话一天两万 轻一点一天一万 我母亲栓塞重度昏迷 加肾肿瘤 加内大出血 在三甲医院ICU病房住了45天 普通病房28天 共计95万 其中医保包箱55万 其中自费部分 还有一些杂费加起来 共40万左右 花光了所有存款 再找亲戚朋友借了10万 终于让我妈活下来了 但对于普通家庭人来说 十几万 几十万 也许是一家人的全部存款 只有真正经历过 自己或家人病重的人 才会明白 到头来还是健康最值钱 很多时候病来如山倒 倒下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 甚至还会牵连一个家庭 我们不是赌王 没有花不完的钱 作为普通上班族 家境也不是很富裕 上有老下有小 什么都得花钱 如果全家人能够一直 平平安安下去 日子还能越过越好 但只要有一人生了重病 经济压力就会像大山一样 突然地侵袭在你身上 让一家人都喘不过气来 各种前车之鉴 历历在目 但可悲的是 不少人还是会仗着自己年轻 觉得身体好着呢 不会出任何问题 正是这种对身体的无所谓 反过来也在遭受它的报复 据统计 目前我国慢性病确诊人数为4亿 占比68.6% 心脑血管 肿瘤 糖尿病发病率 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 成人糖尿病患者已接近1亿 而根据抗癌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 我国癌症发病 年龄提前了15到20年 原来50到80岁才容易患上的癌症 已经提早到了35到55岁 当下不以为意 可等到疼痛难忍 来不及去修正时 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被折腾得千疮百孔 前两年 一则武汉37岁二胎爸爸癌症的报道 刷爆了朋友圈 在连续带病出差5天后 他被查出 腹膜炎 合病 胆囊结石 肾结石 尿路感染 肠肛阻 几天后 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这个150多斤的壮汉 变成了不足100斤的瘦弱中年人 作为业内颇有名气的地产广告策划人 多年的高负荷工作 早就超过了身体极限 为了达成合作 他经常需要连轴转地进行工作 每天加班到凌晨 酒桌上的应酬更是家常便饭 不仅业务多 应酬多 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的不断增大 抽烟喝酒熬夜 成了他的生活状态 平均一个月出差5次 每天凌晨2点之后睡觉 最拼的一次连续工作了整整70个小时 他也许没有想过 透支生命打拼事业 却会在一夜之间背叛死刑 只留下绝望无助的妻子 和两个乖巧可爱的儿子 多少年轻人 总以为生活可以肆无忌惮 但他们忘了 青春可以挥霍 但是身体不可以 如今 熬夜 过劳 压力大 已成为了年轻人患癌最大的杀手 美国华盛顿大学一项研究指出 过度劳累容易诱发癌症 当人的身体常年处于过度劳累 和精神紧张状态 免疫机能因此削减 使身体修补DNA的能力下降 导致其产生恶性改变 许多患癌的人回顾发病前两三年 通常是身心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有一句话非常扎心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快乐的了 虽然他们在生病之前 并不觉得那是最大的快乐 不禁让我们思考 用生命去换钱 这种行为真的值得吗 有人说 一场大病能教会人珍惜生命 因为健康的时候 不知道病痛的折磨 活着的时候 不知道死亡的绝望 电影滚蛋把肿瘤菌主角的原型 是漫画家熊盾 2011年他被查出了淋巴癌 得病后他曾经说过 我的人生被这场大病 割成了两个时空 病前的我一直是头飙汉的女子 仗着自己壮汉型的体格 晨昏颠倒 三餐不定 冬天衣不过三健 夏天睡不盖毛毯 从来没有为健康操过心 K哥必定刷业 聚餐必喝大酒 跑去加班的苦逼时光 生活的确五光失色 不生一次病 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自己的身体有多脆弱 就像电影里台词说的 为什么安排我们生病 那是因为要提醒我们 人生只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 也曾被查出过淋巴癌 八年来各地求医 疼痛来袭的时候 头上身上全是汗 按她的说法 那是最接近死亡的疼痛 她愿意用自己的一切 换取痛苦的远离 幸运的是 她后来骨髓移植成功出院了 她说 好几个和她一块进仓的 都没能出仓 做骨髓移植 要在真空环境下进行 那个无菌的地方叫做仓 每天都有进去的 但不知道能出来的有几个 我也生过一次大病 虽然不是生死时刻 但那段日子恨不得 把每天的时间 都用来散步 泡脚 养胃 运动 一切对身体好的东西 都想试一试 画家高木侄子说 病一好 觉得一切特别美好 觉得天空 街道 绿树 都比以前美丽得多 身体没什么病痛 真是太棒了 一场大病 让我们体会到健康的可贵 生活从来不会跟我们讨价还价 它对我们一视同仁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必须放下内心的偏见和傲慢 放下那些自以为是的漫不经心 斯维格曾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总以为疾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 有太多的人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 拼命工作 肆意玩乐 还不以为意的自我调侃 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 殊不知 人生只有一次 身体健康 才是最宝贵的财产 之前看过一条微博 让我记忆犹新 我以为一般来停尸房的逝者 大多是老人 但是我没想到年轻人这么多 这世上 所有的猝不及防 都是蓄谋已久 如果一味透支身体 无视健康 最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要时刻记住 在生死面前 其他的都是小事 即使平时在繁忙 也要制造闲暇时间给自己 做些真正想做的事 或者什么都不做 不必追求大富大贵 有收入 有空闲时间 陪家人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极好的 正如三体中所说 百忙之中 下一步闲棋 是很有必要的 这能让我们的身心 得到休整 以健康的体魄 面对新的一天 要知道 钱没了 可以再赚 工作没了 可以再找 家庭条件不好 可以一步步努力 但如果健康没了 可就真的 一切都没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